- 此前,美国曝光的中国海军一艘052C停驱逐舰,在南海南沙群岛附近水域,主动驱离美国海军迪卡特,号驱逐舰的一张照片,让许多国人维持自豪。 - 这艘052C停驱逐舰,逼近迪卡特号驱逐舰,双方相距仅次十余米,显示了国家对南海主权,坚定维护的决心。 - 近日,从英国国防部又流出,那美国向盟友传达的中美战舰南海对峙的视频。 - 视频中,传出一名美国海军一名舰员的声音,他们052C试图把我们驱离出去,这是首次以西方官方角度发布的中美战舰南海对峙视频。 - 而且,从英国后续公布的图片来看,迪卡特号当时已经进入了中国的领海线内,052C型驱逐舰已高速超车的行计。 - 迅速逼近当时在南沙附近海域的迪卡特号区逐渐,捍卫南海的领海主权不容侵犯。 按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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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